出生自马来亚槟城的鼠疫斗士伍连德 几十年前在国际医学界上曾经是个响当当的名字 那昨天我们在报道当中提到 伍连德医生在20世纪初前往中国东北对抗大鼠疫 用了短短半年的时间就扑灭了疫情 在中国进行30多年的医疗工作之后 伍连德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回到老乡 也就是当时的马来亚 在霹雳仪宝开设诊所低调行医 过着淡泊名利的晚年生活 那伍连德的名声响彻国际 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大马正处于独立的建国初期 当时也就吸引了不少的政要 试图拉拢他加入政坛 1954年国阵的前身 也就是联盟创办人兼国父东郭阿都拉曼 和马华的创党主席陈真璐 就亲自前去医保和伍连德会面 并亲自邀请对方在联盟里头担任要职 但是伍连德都一一拒绝了 伍连德后来曾经提过的 他一直都有机会踏入政治舞台 但他认为政治太伤脑筋了 因此就回聚了这些政要的邀请 在当时马来亚的那段日子里头 伍连德他不只是医治病患 也热心投入社会公益 除了免费替贫苦人士来提供治疗 他也重视教育 并在槟城出资开办浮游女学校 鼓励女子接受教育 当时为了提高阅读风气 他也花了三年的时间与各界合作 重建二战时期被摧毁的霹雳图书馆 更将收集了长达20年的2000多卷书籍 捐献给当时由南洋华人社会集资筹办 设立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 除此之外 伍连德吸取在中国东北对抗鼠疫的经验 为了当时的马来亚之后 也致力在华社内推动火葬 作为一个更具有经济效益 更卫生的脸葬替代方案 他也在怡保的三宝洞那里 成立了马来亚半岛首个火葬场 并且把火葬的风气迅速传遍全国 在马来亚和后来的马来西亚 为社会公司奉献了23年之后 伍连德1960年在槟城亚裔旦故居 中风逝世 并以火葬处理身后事 长眠在槟城八都干东联合福建工种 一代为人就让陨落 让人被感惋惜 武连德博士他本身是崇尚火葬 用这种完善的方式来处理遗体 可以把土地留给活的人 因为死人不需要与活人争取地 1960年1月21号 一代宗师武连德医生与世长辞 他的后人按照他的遗愿进行了火葬 武连德离世之后 他的踪迹依然出现在大马人的日常中 只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去多加留意 例如他位于医保诊所的旧址 位于槟城亚裔带的故居 纪念他的路名和铜像 以及武连德生前在槟城成立的 浮有划小纪念壁画 随着时间过去 大马人已经逐渐淡忘 我们这里也曾经诞生过一位 曾经叱咤国际医学界的巨人 而昨天我们提到的 在2003年中国爆发SARS病毒之后 武连德医生100年前 在中国东北地区 带领中国医药前线人员 对抗鼠疫的历史地位 再次被肯定 当地政府和民间对他的贡献 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在中国对武连德其实非常非常地忠视 那种忠视的程度 是我们身为马来西亚华人 或者是整个国家会觉得很惭愧 我们对不起他 在中国哈尔滨 这个当年武连德医生成功扑灭鼠疫的地方 各大医院都挂有武连德的大名 而且也有学校和休闲公园 以他的名字命名 然而比起这些形式上的纪念 当地医学界更是致力延续武连德的创新与科学思想 并不忘在教育当中 推广这位百年前从大鼠疫中拯救当地人的伟人精神 哈尔滨本身是武连德第一次抗鼠疫的地方 他在那边建立起了哈尔滨医院于1925年 这一家医院就是现今哈一大的那个前身 每隔几年他们都会举办 纪念武连德的博士的研讨会 大致上在他们的教育纲要里面 都有加入武连德思想的成分 包括这个哈尔滨的医科大学 都是他自己变卖的资产来创办的 甚至在中国称它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 也把它称为医学界的毛泽东 当地的人对武连德的这个崇拜 还有这个精配这样的一个高度 武连德离开人世之后 在马来西亚的家庭可谓子森满旁 而如今这些武连德的后代 可说是人才辈出 槟城武连德协会秘书何志平 向《八点四日报》透露 武连德的后代遍布世界各地 包括美国 英国 大马 新加坡和澳洲 其中曾孙女刘珊武博士 是哈佛医学院的副教授 而曾外生女何寓仪 更是凭着医学研究的杰出表现 获得了澳洲政府颁发有功勋章 我国著名的病毒学教授林世杰博士 和武连德也是有远房亲戚的关系 那这些后背或多或少 都是受到了武连德的启发 在世界各地从事医学专业领域 从马来亚到中国 再到后来的马来西亚 武连德一生不问政治 不求名利 只求能够通过自己的医学专业 为中国和马来西亚人民 甚至是为全球人类 做出无私的奉献 武连德的一生印证了人性的光辉 而他的种种事迹和精神 值得世代表扬下去